孝江组合在创奇迹。张继科4比3霸气逆转男5连胜,腰伤复发不教室。 北京时间6月9日,日本公开赛男单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角逐,张继科在复出之后首次晋级8强,迎战日本选手上田仁。 张继科在日本公开赛中,4比0完胜松原大,4-1青曲林云如成功突围资格赛,在正赛首轮4-3淘汰丹麦一哥哥罗斯,拒绝第三次正赛一轮游的尴尬。 上午张继科又4-3险胜队友梁静坤,成功晋级8强。 本场比赛张继科的对手是26岁的日本老将尚田仁,目前世界排名第23位,曾在去年3比1战胜水谷笋,随后又4比2战胜吉村真情,实力不俗。 值得一提的是,吉村真情曾在香港公开赛南丹正赛首轮中,4-3淘汰张继科。 客观来讲,张继科和尚田仁实力相当。 经过7场苦战,张继科4-3险胜尚田仁,成功晋级4强,而尚田仁则只不办决赛。 比赛第一局,尚田仁迅速进入状态,张继科积极调动状态,但在关键球的处理上,尚田仁更胜一筹,11-9先下一局。 第二局,张继科逐渐找回手感,而尚田仁则频频出现失误,张继科11-7扳回一局。 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,第三局,双方比分很是胶着,尚田仁进攻频频得手,张继科通过变换节奏接连得分,不过尚田仁依然在关键球上占据上风,11-9再次领先。 第四局,尚田仁积极调整比赛节奏,张继科显得有点不太适应,2-4开局落后,慢镜头时,张继科频频手舞腰部,看来腰伤复发。 然而张继科紧咬牙关,通过变换比赛节奏接连得分,双方比分来到6比6平,不过张继科由于腰伤原因,移动能力明显下降,尚田仁扣球接连得分,张继科则转攻为首,尚田仁11-8再下一局。 第五局,尚田仁继续发力,张继科开始出现状态下滑。 尚田仁取得3-1开局,张继科和对方打起心理战,通过专注比赛忘记疼痛,尚田仁则继续保持状态,两人一度打到9比9平,随后张继科和尚田仁拼起四刀,比分交替零先。 关键时刻,张继科杀球连得2分,13-11坚难赢下一局。 第六局,张继科状态逐渐回升,尚田仁积极继续发力,张继科打出3-3开局。 第六局,张继科主动加快进攻节奏,尚田仁频频失误,张继科取得8-5领先,关键时刻,张继科反手拧拉,正手掉球连得2分,11-7再赢一局。 第七局,张继科先是通过拉伸身体减轻疼痛,然后掌握比赛节奏,反手拧拉接连得分,迅速取得8-5开局,尚田仁在连续对拉中,利用正手连扳2分。 关键时刻,张继科一技爆扣的手,11-7再下一局,最终4-3逆转获胜,成功晋级半决赛。 至此,孝战和张继科组成的孝张组合在创奇迹,张继科迎来了霸气五连胜。 由于德国名将波尔4-1战胜松平健泰,张继科接下来将和波尔展开难单决赛名额的争夺。